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爱过的终究要离开 不懂被撕碎的心 只是深藏眼泪无法掩埋 失去的诺言 深夜的无汗 绝望掩埋了希望 再抚走的是那盼烂的欲望 欲望 谁的红线 缠在遗忘的指尖 风吹乱了 我对你的思念 我就不会害怕那时间 在尽头的边缘 就不会想你到天亮 你的模样 爱过的冲就要离开 不痛被撕碎的心 只是深藏眼泪 无法掩埋失去的诺言 深夜的无憾 绝望掩埋了希望 再抚走的是那贪婪的欲望 防程带你去选礼物 哎呀 这不是好事吗 哎 那后来呢 后来怎么样 快说 什么后来啊 他带我去选礼物 是要给别的女人 给别的女人 给别的女人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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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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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华呀容华 你怎么竟干这种傻事 还替别的女人选礼物啊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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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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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嫂 我都被人家欺负了 你还笑啊 不要着急 啊 我的意思是说啊 将来咱们的酱油工厂 开业以后 你就是大老板了 到那个时候 房成要是知道了 他肯定会天天送你礼物的啊 不要生气了 不要生气了啊 哈哈 大嫂 不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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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不笑了 哎呀 人动 爹 您怎么来了 您腰油不好 怎么又乱跑了 没事 爹的腰好多了 来 您过来 过来坐 我给您倒茶 哎 不到不到 好 闺女 坐 你们那个陈老板在不在 他有事出去了 怎么了 爹 没事 我想问问他 看有没有我能做的事情 爹 您腰还没好 怎么能做事呢 腰没事 爹的腰好多了 爹就是想帮你分担分担佳绩 让你专心读书嘛 你帮我问问他 你帮我问问他 你帮我问问他还是 行吗 还有就是 你家宁的学费 你给你娘了啊 给了呀 怎么了 你娘这个人 太不像话了 爹 娘怎么了 早晨家宁问他要学费 他说没有 他怎么能这样的 那肯定是让他把钱瞎花了吗 你这个死朋友 我回去找他算账去 爹 好了 爹 您别生气了 就算这钱真的被娘花了 那也没有办法了 没有关系 我会再继续想办法的 嗯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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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那我倒要看看 我在乎的人是不是能治好我的心情啊 我不知道你在乎的人能不能治好你的心情 不过 我这里有张唱片 你可以听听看 真丁哥哥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我要去给忍东买大学测验题 给他买这个干嘛 你不知道吗 忍东决定报考中医大了 我看他这么有心 所以我想尽我的力量帮一帮他 你对他可真好 这没有什么呀 比起忍东对我的照顾还差得远呢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难不成你准备照顾他一辈子啊 这样的话也可以啊 你怎么啦 吃醋啦 谁吃醋啦 你又不是我什么人 管你照顾谁一辈子 其实我想照顾的人是 其实我想照顾的人是 谁啊 是我 我还要去买书 我先走了 怎么还跟小时候一样啊 话到嘴边就是不说 真是个打木头 你怎么能这么 跟老太太说话呢 没错 我现在是在管理制药公司 你也是我的得力员工 可是你别忘了 这真正的大老板是谁啊 是古风啊 如果有一天老太太 真的要把你赶出去 我也保不了你啊 你知道错了吗你 我知道了 你放心吧 我以后再也不会 这么冲动吧 你真的知道错了 真的知道了 行了 也不能全怪你 想明白就好 不过你以后记住了 不准再犯同样的错误了 坐吧 公司推动的事情 进展得怎么样了 一切都还挺顺利的 那些年轻人 特别认可我的想法 只是那些资深的老员工 好像就不太愿意接受 你放心吧 老员工那边我去沟通 你只要把公司推动的事情 尽心尽力做好就行 那太好了 这样的话我就更有信心了 齐冲啊 我看你最近很忙的样子 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没什么 不就是忍冬的事吗 忍 忍冬怎么了 他要去我上的那个夜校读书 上夜厢 他要报考中医大学 挺好的 要扑这样下去可不行啊 练动 你怎么了 叔叔 我爹今天来找过您了 你爹来找我 他找我什么事啊 他说可不可以 在店里给他安排一点事做 任冬啊 咱们这铺子里面啊 就咱们三个人 你给病人看病 这阿宝呢 给人抓药 你看你现在又要考大学 铺子里来的病人一手 这收入也不如从前了 所以我真的没有先前 再请别人了 叔叔 我知道 可是我妹妹 他 你先别着急 别着急 我再想想办法 我再想想办法啊 任冬 叔叔 任冬 叔叔 陈叔好 你怎么又来了 今天我是来看望您的 你看我 小子 你别给我装 你那点心眼我还不知道 好了好了 那个任冬啊 你跟汉中去吧 赶紧走吧 我赶紧走吧 我赶紧走吧 你自设计服装的样式 嗯 爹 你看 这是我买的杂志 你看 上面的服装 是不是特别好看啊 对了 你既然选择了服装设计 爹想问你 你打算报考哪一所大学啊 我呀 我想去法国巴黎 学习服装设计呢 什么 你要出国 是啊 怎么了 你说要追求自己的理想 不想继承家业 我已经答应你了 可是你要出国的话 这我绝对不会答应的 可是爹 你不用说了 我绝对不会答应你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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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告诉我 你为什么不答应 你别跟我说 爹 我不会答应你 爹 爹 你们两个吵什么呢 奶奶 娘 她要到法国巴黎读书 不行 我也不同意 奶奶 为什么你也不答应我 强威 怎么跟奶奶说话的 怎么了嘛 你们都针对我 都答应好的又反悔 宝贝 不是不答应你 因为你是我们家唯一的孩子 我们不放心 你去那么远的地方 再说那个地方外国人那么多 不安全哪 奶奶 国外没有你想的那么乱嘛 而且学服装设计 最好的地方就是巴黎了 人家也学服装设计嘛 当然要去巴黎才行嘛 奶奶 难道在国内 就没有一家学校 可以教服装设计吗 不 我就要去巴黎 我就要去巴黎 就要去巴黎 请问 我问你 在你眼里到底是家人重要 还是坚持你自己的理想重要 我最后再问你一句 你能不能选择在国内读书 我不 我就要去巴黎 就要去巴黎 你 好 你要坚持去巴黎读书的话 我当没生你这个女儿 好 顾大夫 您先别生气啊 强威 赶紧向你爹道歉啊 顾峰 别这样说话 吓着孩子了 我是说真的 要么留下 要么永远别回这个家 太坏了 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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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大夫 您先消消气 消消气啊 强威变成这样 主要是当初 您答应她选择自己的理想 我相信是可以挽回的 我这个女儿 我真的不了解她 讨厌 讨厌 你干吗一直看着我啊 我 我脸上有东西啊 不是 我只要看着你吃东西啊 我就觉得特别特别的满足 为什么 你记不记得 小时候有一次我们在山上 我给你吃地瓜来着 好香啊 很香的 要不要吃 我才不要 给你 我给你吃 拿呀 干吗用手去接啊 臭丫头 你太笨了 你才笨呢 那你再拿呀 拿就拿 谁怕谁啊 你看 怎么样 不烫了 那你吃 你吃 这吃太好吃 太香了 我都比你的好吃 我的才好吃 谁说的 你吃 我才不要呢 我的才好吃 你吃 那你给我一块 不给 你给我一块 就不给 你怎么这样子啊 想起来了吧 都是你 还好意思笑 就会捉弄我 是啊 是我捉弄你 我错了 来 为了补偿你 这碗你也吃了吧 我哪能吃那么多啊 你来吃 真的我吃啊 那我就不客气了 快吃 饿死我了 吃 吃 乔薇 怎么这么晚了找我 郑定哥哥 我心情不好 你可不可以陪我走走 你要去法国留学 怎么 难道 连你也不想我去啊 我 只要是你的决定 我都会尊重的 总之 顺着你的内心去做 就不会后悔 我等你回来 你 是不是 不舍得我去啊 我 这要是你决定的事情 我都会支持的 只不过 你要考虑一下 你爹和你奶奶的感受啊 他们之所以会那么说 是因为他们担心你 你要好好跟他们谈谈 别让他们操心 知道吗 我 我 我跟你聊完以后 整个人都舒坦多了 谢谢你啊 郑定哥 天色不早了 赶紧回去吧 要不然家里人 要担心你了 我送你回去 好啊 走吧 快 你还跟着我干吗 赶紧回去吧 我 我还有事呢 什么事啊 来 我跟你说啊 最近 我老觉得自己不舒服啊 不舒服 什么症状 头晕 眼花 心发黄 好难受啊 手给我 我给你看看 你手好白啊 讨厌你干吗 你骗我你个不正经的 没有 我真的好不舒服 别撞了 我生病了 快 什么生病了 快拨摸我的头 是不是很烫啊 拨什么摸你这个骗子 骗子 骗子 骗我看 你怎么能打一个病人呢 我受不了了啊 真的 你们两个大伙 你们怎么来了 强威 这么巧啊 对了 古大夫和古老太太都还好吗 他们挺好的 对了 听说你要考中医大学 我这个中医师家的女儿 偏偏对中医一点兴趣都没有 你却已经想要考中医 命运还真是奇妙 我 你这个人不懂我告诉你啊 你这个 怎么了 韩冲 既然有缘碰的 你就送强威回去吧 不行 我要是送忍东回去 不用了 反正我住在陈家 和郑定哥一起回去就行了 你骑自行车 带着强威回去就好 可是我 我不放心哪 不放心什么 这不有郑定哥嘛 好了 你也还压了韩冲 去 去去去去 那我们走了 走吧 郑定哥 看那时的你 说着梦想和纯洁的心 你回到秋间的餐厅涌出回忆 就这么哭着离去 多可惜 你说 看清自己 我为了你 谁让你跟着呢 你别臭美了 谁跟着你呢 走开 走开 别冷了 走开 走开 货车 别等到 郑定哥 你是不是心情不好啊 强威 说她要去法国念书了 你就是因为这件事 所以心情不好 多希望还能够轮回 你那紧紧锁住的眼泪 衬托我多卑微 你离开后我才懂得 你留下的温存 我不值得你继续等 请你忘记我 陈东 阿姨 回来了 您怎么这么晚了还没休息 厨房里给你留了吃的 谢谢您一直这么照顾我 虽然呢 阿姨也不赞成你考大学 但是每天看你那么辛苦地学习 我也心疼啊 毕竟我们家药铺还要靠你帮病治病赚钱嘛 好 好了 吃饭赶紧休息吧 阿姨 我想跟您和叔叔商量件事 实在抱歉 如果不是特殊原因 我不会跟你门玉之前的 没关系 这怎么行呢 任东啊 就是为了你要考大学上补习班 我们家的药铺呢 已经提早打烊了 这段时间的收入也少了不少 当然了 我这不是怪你 我是说 我们已经尽量再配合你了 在这种情况下 你还要预知工钱 是不是就不太合适了 你少说两句 我说任东 你不要处处都想着你的立场 适当的也该考虑考虑我们 是不是 我说你这孩子 平常做事风格不是这样子的 怎么这次这么随随便便 就决定考试呢 你知不知道 因为你的这个随便决定啊 我们一大家子 已经全被你搞乱了 所以你就不要再得寸进尺了 而且我正准备开酱油工厂 钱还得投进去呢 任东 你刚刚说的 是什么特殊情况 你还问什么问呢 不管什么原因 就是为了提前预知工钱嘛 你哪有那么多钱去预知啊 你真以为你是做大声音的大老板呢 你给我闭嘴 你 好 爹 今天姐姐不是说要拿钱回来吗 再等会儿啊 哎呀 你就别着急了 任东每次不是说到做的了 姐 你回来啦 家颜 任东 没有为难你吧 对不起 我没有筹到钱 那我该怎么办 没关系的 姐姐一定会想办法 你先去上学 跟老师讲一声 就这一两天 一定交上 那 快去吧 好吧 佳萍 你不是说任东说到做到吗 没本事还说大话 娘 任东刚才不是说了会想办法的吗 你给我闭嘴 我 你 你 你真以为自己挣很多钱哪 连自己妹妹的学费都交不上 还想考大学 你也太好笑了吧 你有完没完 我 怎么 我说句实话还不行啊 我们家连基本生活都过不去 她想考大学 本来就太天真了吧 什么叫实话 什么叫笑死人 要不是你把钱下滑了 能是现在这个样子 怎么又赖我呀 你就会说我 随便你们 我不管了 你爱管不管 就会说大话你 好 你好 佳燕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我听娘说哥哥在唱片行里上班 我想这边总共才两三家唱片行嘛 所以我就过来看看 没想到第一家就找到你了 那当然 这家唱片行可是咱们城里最大的一家 我当然在这上班了 哥哥 你在唱片行里上班 连穿的都比以前好看了 是吗 那当然 现在你哥 我可是有头有脸的人呢 你知道吗 我跟别人说啊 我是这家唱片行的小老板 你说谎啊 哥哥 你以后不能这么说话 说谎不好的 这算什么说谎啊 再说了 我这么说 也是让咱们爹 咱们娘脸上有光彩嘛 才不是这样呢 只要你凭自己的实力上班 无论在哪里都是光彩的 小丫头 长大了啊 还说起大人话呢 怎么样 什么事找我啊 那个 那个 怎么了这个那个的 说话呀 是 姐姐她 她 不考大学了 不是 不是 忍东不考大学了 为什么呀 这考大学不是她一直的心愿吗 其实 姐姐她要维持一家的升级 而且 还要经常给我筹学费 所以 她思前想后的就 决定不考了 不是 这也不能因为这个就不考了呀 再说了 忍东一直挺有上进心的 而且全家不都是支持她的吗 你说怎么说不考就 一定是娘的主意是吧 是娘不让她考大学的 你说这娘怎么回事啊 这忍东也往家里拿钱了 这怎么说不让考就不让考了呢 其实 就是因为 最近我的学费交不起了 哥哥 你一定要想办法劝劝姐姐 让她无论如何都要去考大学 现在啊 咱们家里啊 这个负担确实挺重的 你说 我这个当大哥的 也没往家里拿什么钱 所以家里生活的重担呢 都落在 任东一个人肩上了 我可以休学 我也可以去打工的 只要姐姐可以安心地去念书 我可以去赚钱的 这怎么行呢 你说你小小年纪的 还去打工去你不念书了 这任东肯定不会同意的 我就是因为这个 所以才来找你的嘛 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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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 自己不想念了 我想跟哥哥一样出来导工 行了 家业啊 你看你都哭了 不哭了啊 你的心思我明白 但是呢 你要是不念书的话 哥完全不赞同的 为什么 这还用问吗 你别说是我了 就算是任东 他也不能同意呀 以他的个性 可是 那 别可视了 你就赶快回去念书去 知道吗 你说在咱们家 你和任东 都是上进的 而且你的功课还不错 是不是 你应该好好地去念 任东那边 我会想办法说服他 你就好好地去念书 听见没有 回去吧 乖 那你一定别忘了去找姐姐 知道吗 放心吧 好好上学啊 去吧 就是为了你要考大学上补习班 我们的药铺呢 已经提早打烊了 在这种情况下 你还要预支工钱 是不是就不太合适了 你真以为自己挣很多钱哪 连自己妹妹的学费都交不上了 还想考大学 你也太好笑了吧 来 林东 怎么了 有什么事啊 好像 不太高兴啊 没事 我实在 太天真了 我决定了 我不去考大学了 这 为什么呀 任东 任东 你别跟着我了 等等 等等 别走 你必须把话给我说清楚 你为什么不考大学了 是我太自不量力了 事情没有考虑清楚 就乱下决定 这 这不是 不过我现在已经想得很清楚了 所以才决定不考的 不可能 我了解你 我知道你不是那种随便更改决定的人 你告诉我妈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是不是你家里人又跟你要钱 是不是你那个娘 不让你考大学 如果是钱的事 交给我妈 我可以帮你 我有钱了 考大学这是大事 不能轻易放弃 再说了 这也是你的梦想啊 是不是 梦想 梦想 是会被现实打败的 不管怎么说 我已经决定了 不考 不行 我决定要帮助你 钱的事交给我 我有钱 你有钱 你知道吗 我不光需要上大学的钱 家里所有的生活费 都需要我提供 这些你都能帮得了我吗 我可以想办法吗 你想办法 你想什么办法 你以为你很有钱是吗 你别在这儿烦我了 反正我自己的事情 我会自己解决的 你快回去吧 人动 一大大二大大 爹 你怎么来了 我问你 你昨天晚上上哪儿去了 我 我昨天心情不好 所以出去散散步啊 你去散散步 这么晚出去 你就没有想到 我会担心你吗 你都说我不是你女儿了 还担心什么 你 方程说得没错 我真是把你宠坏了 让你现在无法无天 我哪里有无法无天啊 明明就是你自己太固执了 非不让我去巴黎学服装设计 我不想继承这个中医世家 你干吗非要逼我啊 你就是固执固执太固执 你还说我固执 我现在跟你说 我跟你说 你以后不准再开这些时装杂志 我 我要你继承谷家的产业 去搞中医大 爹 我看你死心没有 不死心不死心 就是不死心 就算你撕掉我所有的杂志 我也不会去念中医大的 你 你 住手 你敢什么打孩子你 古风 娘 我们真是把她给宠坏了 她现在真是无肯救药了 你打死我 我也不会听你的 好 我问你 你要不要去考中医大 继承谷家的产业 是 如果不计诚的话 我当没生过你这个女儿 现在给我滚出谷家 你说什么呢 怎么能让强威滚出去啊 是啊 古风 有话好好说吗 不用说了 我问你最后一句 要不要考中医大 不考的话 你现在给我滚 好 滚就滚 别拦她 滚 不要走 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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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风 快 娘晕倒了 娘 娘 你怎么样 真的就这样不管我了 我本来只是做做样子 逼你们就犯 想不到 你们竟然没有一个人来追我 好 那我就真的走 我 我让你们后悔 任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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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叔 您什么时候回来的 连我回来都不知道 你在想什么呢 没 没什么 没想什么 为什么今天店里没有人啊 任东 爸 你回去啊 把这个交给我太太 让她今天晚上做人参炖鸡汤 你也留下一块儿喝 我就不用了 不用客气 那我现在就去送 好 快去 药好了 娘 你把药喝了 不喝 我告诉你 强威要是有点什么 我绝不会原谅你 为你侍卫 娘 您别激动啊 小心身子 打电话给方程 叫她去找强威 快去 我现在就去 您别着急啊 好 强威宝贝 你可千万别有点什么 要不然 奶奶也不喝了 奶奶也不喝了 不吃 静怡啊 什么 我马上去找 这个丫头 怎么说 这样 来得正好 赶紧分头跟我去找强威去 那丫头又怎么了 古风因为她不继承嘉义的事情 骂了她几句 没想到这丫头竟然离家出走的 你去哪儿啊 还愣着干吗呀 赶紧走啊 我到底该不该去找郑顶哥 我到底该去哪里呢 连栋 你等等我 郑顶哥 什么事 我还急着回药铺呢 你也别太累了 保重身体 晚上早点回来 我留人参鸡汤给你喝 谢谢你啊 走吧 郑顶 郑顶 你这么着急干吗呀 你们看看强威了吗 没有啊 没有啊 她怎么了 这臭丫头离家出走了 什么 你好 我向你打听一下 就是有个常来你们爹 光顾的女孩 个子这么高 卷发 长发 然后长穿洋装 你说的是强威吧 她有没有来过 她今天没来 今天没来吗 嗯 这个强威到底是去哪儿呢 强威 强威 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女孩 但是这么高 你有没有看到过一个女孩 跟她这么高的 长发 强威 你好 请问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女孩 穿着洋装 头发卷卷的 眼睛大大的 没看到一个女孩 长得就像她这么高 长发的 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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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儿 怎么办呢 我们整条街都找遍了 也没找到 你们说 她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不会 你别瞎担心了 那丫头这么聪明 会出什么事呢 这样 我看我们一起找 也不是办法 干脆我们分开找 把范围扩大 也许能更快地找到强威 是 好主意 走 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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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说分开找吗 对 分开 分开 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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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那漂亮小姐吗 老天爷对我可真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那时的你 说着梦想和纯洁的心 回到初见的餐厅涌出回忆 就这么哭着离去多可惜 你说看清自己 我为了你再选择放弃 会遇到更好的人勇敢下去 此次次在我心里才觉悟 你离开后我才懂得你留下的温存 我不值得你继续吧 留下的泪 多希望还能够 好轮回 你那紧紧锁住的眼眉 衬托我多卑微 你离开后我才懂得你留下的温存 我不值得你继续吧 请你忘记我们藏进的远方 别再太认真的天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bonit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